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源自于精致的酒家菜或者是斑斗料理 实际上这些台菜最早出现是在穷苦的农家餐桌上面 猪肋排控制在七到九公分内 锅上面衣 按摩 轻甩 步骤要求的是精准度 差异好理 细微差异就藏舌尖 像棒棒腿的排骨条只能炸到七分熟 粉黄酥肉质外表酥脆 里头鲜嫩 这是用时间 油温 还有密制酱料创造的繁琐美味 这个餐厅你们大概要上几多了 几百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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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排骨酥堪称是台餐老店的正点之宝 另外桂花松叶蟹考验的是师傅炒的功力 蛋花在锅里跳动就像桂花散落 别看这个蟹丝用的是日本松叶蟹 因为蛋花要炒到细碎即滑 全看师傅手的巧劲 木耳 红萝卜 猪肉 洋葱还有竹笋 五种颜色的丝重材料下锅拌炒 五鹰醋提味勾芡 淋在炸好的群鱼上 俗称的五柳汁如今成了台菜经典中的经典 五柳汁在中国大陆它本身就是一道名菜 以前的台湾其实比较少吃到鱼 然后猪肉鱼就是一整条的鱼下去做烹调 烹调完之后上面一些配料 就让这个鱼非常的明亮 所以台湾人就很喜欢这道料理 所以台菜里面就会变成说台湾人在做 他就慢慢有台湾人的情感 经验 然后台湾人也会做一些变化 他可能是用台湾人生产的虱目鱼来做猪肉鱼 或者说台湾人比较多的这种像中北部 他就用嘎啦这种嘎啦语来做这种 那所以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 过去人都说所谓的台菜不外乎就是1945年 台湾光复后九家菜演变来的各种菜肴 尽管广义上的来说台菜确实有九家菜的DNA 但更精确地说台菜其实是融合了中国菜肴 日式和风 尖端繁琐的台湾酒楼菜 甚至是平凡农家菜的混血儿 现在很多人把九家菜当个人是台菜 其实这是有点看扁的台菜 它其实是被简化过的 它是用来下酒 它不是让你真正宴喜的这样的一个菜色 如果只是讲九家菜你就很难去讲 就讲快还讲不下去 其实在1920 30年代台湾是非常有包容力的 它甚至把很多日本的东西也把它吸收进来 然后做一些变化 我们现在在说其实台湾的料理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来源 1939年大道成开幕的山水亭餐馆 是一家主张所谓纯台湾意识的餐厅 有别蓬莱格江山楼 山水亭把农家吃的酱菜腌制品 甚至是看似廉价的青州小菜都端上餐桌 家里的家常菜 这才打破了俗世眼光 浮现在餐馆菜单 我们煮米 我们通常米很少 我吃到差不多 我小学大部分都这样 那便当上面是米 下面是番薯 乡下农家脱手可得的普世食材 地瓜签与地瓜稀饭 又或是没有冰箱等保存工具 只好用老祖宗的智慧 把青菜下成干 做成像泡面里的脱水蔬菜 这些都是当年台湾民众的营养来源 我常在煮菜就知道 每年数据都可以吃青菜 但是现在 现在有那种 那种温室 以前没有了 过冬 我现在不知道记忆有没有错误 就看着不行 我们现在很喜欢吃高粒菜 高山的高粒菜特别脆 以前我们都吃的高粒菜 好像不是那么脆 我印象中好像我们都把高粒菜 塞成了菜干 高粒菜一片一片摊开来 经过十天半个月 就会萎缩成小小一片 同样薄药 切片 还有花椰菜 姜豆或是笋丝 都能靠制塞 风干保存 尽管有些许闷闷美味 但这种保存法也创造出 如今台菜餐厅经典美味 菜不能 台湾过去是农村社会 其实八成以上都是农村的家庭 他们会有自己的 本来就有的一些菜肴 那它其实也构成 我们现在很多讲这种台菜 台菜的一个原型 分两次爆 它筷子要慢慢修 香气逼人的菜脯蛋松厚多汁 蛋的焦香配上菜脯脆口 寻常加肠味 关键就是让蛋混到室温 是草到松 煎到金黄的关键撇步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让菜脯蛋成为高档台菜餐厅 弊点甚至是评判 厨师水准的菜肴 我们在1970 80 特别是80 那种好像台菜的心情 我还记得欧汉 菜没两个 一帮两百 1980一盘两百很贵 当乡村的人离开乡村 移居到城市里面 然后他久了他就会 希望怀旧的料理 所以他透过这种食物来品尝 来满足他那种怀旧的心情 在城市里面就会出现 很多这种类似的 像这种早期的古早味的口味 或是妈妈的口味 这样的一个餐馆 想念的怀旧滋味 成了如今台菜菜单榜上名单 纵观台菜的前世今生 以米菜为基调 综合了粤菜、串菜 再包含餐杂了日式和风 与农家摆味 各种包容与升华 让台菜的样貌 演变成展示性的宴席料理 吃一口台湾菜 就像独夜台湾史 再往下探究 原来富豪师生们品尝的精致料理 竟然是来自于朴实的民间日常 1990年代 日本走过经济泡沫的危机之后 粒粒包和罐头 大量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而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冠节料理 也就是大和煮ヤマトニ 这是一道将鸭肉、猪肉 甚至于是金鱼肉 调和生姜、砂糖和酱油 炖煮出来的公民美食 1915年大和煮罐头 有名之物改良之后 推成初心 更加的广泛 受到民众的喜爱 甚至还帮助了 关东大地震的灾民 走过那一段 青黄不接的坚困期 而在台湾 也有一道 透过罐头食品 才能够完成的盛宴美食 那就是 休息雷肉酸 那这道经典的台菜 早期只能在酒楼 才有机会吃上一碗 而食材和料理的方法 跟今天的形式也很不一样 那螺螺的汤汁 不能直接到锅里面去 那汤头 必须先炖煮个七到八个钟头 而罐头呢 还得从北韩走私进口 而这些秘诀 是来自于台菜国宝 王德欣师傅的经验分享 日之时代呢 王老师呢 曾经服务于 这个蓬莱阁酒楼 他看尽了台湾各式美食 而这一道 由于雷霸蒜 这是他其中最拿手的 经典台菜 我市场地下的 在外面做二十几年 没有人自己这样炖 在外面做二十几年 没有人自己这样炖 魷魚螺肉蒜 你以為你最認識的一道經典台菜 但或許其實你從來沒有 真正認識過它 傳承自日治時期四大九樓之一 澎來格的米其林餐廳 復原了最初版魷魚螺肉蒜 它的製作秘方大公開 顛覆你我對這道菜的各種影響 像我以前就是剛進台菜的時候 在做的時候就是 最多好一點的雞高湯進來 螺螺進去把它煮滾了 其實就可以上桌 當時魷魚螺肉蒜變成這樣煮 因為我以為它搞混掉 可是它的魷魚螺肉蒜 跟我們的外面在煮的時候 根本就是不一樣 20年台菜經驗 米其林餐廳主廚蔡瑞郎 親自示範 手把手學習自魷魚螺肉蒜的創始人 國寶級主廚王德興師傅的製作配方 光看配料 竹肚 番茄與排骨 這三樣食材 就是方間魷魚螺肉蒜 幾乎不會出現的特殊材料 既然我做三個 就這樣 我不會說話 這是我的壁館 現在沒有番茄啊 就沒有啊 沒有啊 不要都 鑑魚螺 兩人改餅 這樣 這樣就去旁邊 炒炒就放進去 燒排骨 有燒排水要把它燙掉 爆香 像洋蔥啊 乾辣椒 這些外面也沒有 外面都是用那一罐罐頭的 代替那個甜味 新香料先爆香 再加上豆瓣醬一起翻炒 把燙燙好的魷魚和螺肉 排骨一起加入 超過的海陸食材 才有那一股特殊香氣 尤其以前 黃師傅選用的主食材 魷魚和螺肉 貨品來源 可是跌破了眾人眼睛 強調曾經強制 魷魚得要從韓國進口 因為這Q豆魚咬劑 可是阿根廷魷魚不能比的 最驚人的是整道菜的精髓 螺肉竟然是從神秘國度 北韓來的 他一直看在裡面說 半韓半韓 北韓 北韓招出鬼了 走私的 我朋友已經 招出給我買好了 你沒聽錯 北韓來的走私螺肉 好吃程度 可是擄過了黃師傅的嘴 當年蓬萊閣歇業後 黃師傅獨自前往 另一家餐廳嘉賓閣工作 抓準過去 大家愛吃稀罕菜 他突發奇想 把蓬萊閣里的招牌火鍋 一品鍋做改良 把鮮香的魷魚和螺肉 經過各種烹調進化 搭配蒜苗 芹菜 鹹菜 豬肚 生排骨 這才打造一道 屬於自己的魷魚螺肉蒜 又別現在市面上的魷魚螺肉蒜 湯頭只靠著罐頭裡的 螺肉湯汁當湯底 黃師傅的魷魚螺肉蒜 最忌諱的就是把魷魚螺肉蒜 連肉帶汁一起倒入 高湯牛肉蒜 可以的 就是五股 要再五股 三三八點 原始版的魷魚螺肉蒜 美味的核心就是高湯湯頭 仔細聽好了 烏龜肉 奇魚骨 牛大骨 搭配老母雞一起熬煮 時間越久越是香醇 大火滾開後再小火慢燉 關鍵是各種骨頭下鍋之前 還有秘密配布 這一些的東西外面沒有 它只能口述跟你講說 這個牛骨現在好把它切成這樣 進去烤箱 那差不多幾度 烤過的那種牛肉 跟著一起下去好 那魚骨也要熬 也要烤 都要烤過 那湯要熬多久 早上來到熬到超快下班吧 你扣掉它整嘴 也差不多要十個小時 我們大部分都是講一天的時間 那一鍋是全年無休啦 橘色富滿牛油 純粗的糖頭 是整道魷魚螺肉蒜 香氣來源之一 那這個沙茶醬也不是一般的 可以換房間的那一種大長牌 這個沙茶醬又是自己 要去做這個沙茶醬 有別方間的蒜苗和芹菜 早早就入過一起煨煮 原始版的蒜苗和芹菜 則是等到湯頭和餡料 進入沙鍋滾開後 才會鋪在湯瓶上面 其實我們在熬那個湯的時候 那些香氣都夠了 所以我們蒜苗 就是跟芹菜不會下去炒 柳葉香 粒肉也好吃 白幾天都好吃 就燒白嘛 那才好吃 好吃 整個很攏長的一個 一個牛肉 剛開始煮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跟市場的味道 跟湯頭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很正常說 我們要怎麼去說服客人 因為我們也有碰過客人是 早期他們去小孩子的時候 他爸媽帶他去吃的時候 就是這個的味道 所以讓我們更有信心說 我們煮的是對的你知道嗎 不管你愛不愛就相較於醇厚的口味 但這一道卻是他踏上餐桌 成為經典的原神眼貌 意大利偉大的作曲家羅希尼 自稱是被音樂耽誤的美食家 他曾經說過 我一聲中只哭過三次 一次是歌劇 塞爾維亞的理髮師手演失敗 第二次是聽到小提琴之神帕格尼尼的演出 最後一次是不小心把一次烤鵝 掉到湖裡面去 而羅希尼發明了許多有趣的菜色 其中最著名極度美味也極度最厭的 就是羅希尼牛排 他將四種歐陸最潮濕的食材 包括了托斯卡尼鮮嫩的菲利 多爾多涅整塊肥美的額竿 在幾片巴爾巴的白松露 在淋上的瑪莎拉酒 所燉出來的Domin glass 這樣子的一個醬汁 正因為這道料理實在是太罪惡了 羅希尼後來還寫了聖母哀歌 跟小米薩曲來請求上帝的能量 而在台灣的伴奏文化歷經了百年 也有許多的秋羅菜逐漸的失傳 其中一道名為小楓的料理 我們的採訪團隊記者吃上一口 就念念不忘 那聽說這一道秋羅菜 只傳媳婦不傳女兒 這背後到底有什麼樣的辛酸的故事呢 而喜歡美食的人所吃的料理 除了FRONTANCE 那它翻譯成我們所能夠理解的字詞呢 就是阿西亞菜 那這是最貼切的形容 那阿西亞菜原來呢 是屬於像我士生貴族的家傳菜 後來怎麼會成為半桌料理呢 冰糖蜜出的透亮醬色 配上略顯濃稠 卻香氣撲筆的醬汁 看似簡單 卻也藏了神龍秘密的小楓 是道理長輩們朝思暮想 魂牽夢影的傳說菜條 我以前在308高地 要採訪的時候 根本大家太必賽了 不應跟我講菜 直到我說我煮小楓給他們吃 他們馬上什麼家常菜啊 傳家菜全部跟我交飯了 真的假的 只要吃小楓 那老師您用小楓跟人家做了多少交易 23筆以上 就用這個飯 用這個飯 超有效的 相傳小楓這道菜 被立下了一道傳媳不傳女的 嚴格鐵綠 當年民風保守 媳婦只進門 絕對一輩子 但女兒嫁出去 猶如潑出去的水 製作秘方得牢牢死守 才能確保絕活不會外流 冷鍋的時候 先加上一點油 冷鍋加油 不是熱鍋加油 熱鍋加油的話 會太熱了 它會把肉燒的澆掉 不用只皮朝下 兩下 然後發現它沒有聲音 再一次 它皮炸得越久 它煮的時間要越久 炸得不久 煮的時間就少一點 最主要是皮才會Q 冷鍋煸豬皮 顛覆你我做菜嘗試吧 五秒內起鍋切片 是小楓Q而不膩的 畢門訣竅 我們做小楓的時候 我們都要算幾片 不能買太小條 因為不夠吃 但是洗小楓的盤子 最簡單的是 根本連殭屍都會被 拿去泡翻 真的有用死嗎 不用不用不用 稍微爆炒一下 兩大湯匙冰糖 炒到焦糖化 也就是俗稱的梅娜反應後 再加兩大湯匙紅糖 看似甜死人的調味方法 卻是它指甲流香 好吃到嘴角失手的精髓 這道菜沒有人抱怨過它甜 這是一道 不會被抱怨甜的這道菜 這時候香味一直肆溢出來了 但是北極的加醬油 這時候還北極 讓糖味把它秤得 更沁到裡面蜜住了 然後顏色越來越深了 然後這時候我會覺得 一生都是香氣了 出了香水了 十五分鐘內 醬油 飲酒等待醬汁燒到熟乾 如此簡單的菜肴 卻是吃著百年半豬五 現在餐廳他們就不賣這道菜 因為太貴時間 時間太久了 但是在古時候 它很受歡迎 最主要是只要時間而已 有人就像剛剛你看到現在 你就會覺得好簡單啊不難啊 好的小楓一吃魂飛 但下手火鍋差了一分一毫 這道菜就只是五花炒肉 一氣呵成的料理手法 成了現今餐廳飯桌 最被忽視的失傳美味 黃婉玲為了找回這一道 小時候只聽過 沒看過的神秘飯桌菜 可是下足功夫 你上美地不帶禮物嘛 當朋友啊 當你跟他建立好交情的 變成他的知己好友 無話不談 這時候才能尋到過去的回憶 當年為了尋找失落熟路菜 黃婉玲走訪許多 廚藝高超卻退隱山林的棕厚大賽 其中她和不再掌勺的螃蟹師 聊天交朋友 老人家卸下重溫新房 沒想到新鮮來潮脫口自己年紀大了 也沒什麼好理相送 於是把這一道家傳的小峰食譜 當作禮物 每個總故事以前的老總故事 很有故事 當有一天他們痛哭的時候 偶心力學的談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一個事情 你要失去它了 失傳的小峰被說是 窮人伴桌的古早菜 因為只能殺一頭豬 提膀量太有限 做不了桌桌都能吃的 宴席大菜蜂肉 富有巧思的東鋪塞 只能轉向靠時間淬煉 把漂亮的五花肉 做成下飯垂涎的好滋味 有些廚師他比較願意花時間去做一些秋樓菜 所以以前像台南就有這種老闆拿 這種比較費工的菜 或八寶鴨這種比較費工的 那這種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現在就比較少人願意去做這個 基本上其實比較 已經算是在半桌菜裡面 算是失傳的這種材料吃 要說半桌失傳菜可不單單只有這些 翻開黃碗玲搜羅的失傳菜清單 其中這道富貴蝦 做法真的已經不可考了 但其他菜肴卻被努力復刻 找回最正宗古早做法 不代計就是起義 而它的來源 竟是古代世家大族傳家的阿舍菜 大戶人家他當然還是吃得不錯 那他們在家裡就是聘請私處 量身打造 為這個家裡面的家族特別的口味 那運用當地特殊的食材 那用很多廚師的巧思 去把它創造出來的 獨特性的一個菜肴 然後煮飯到告老還鄉的時候 或是過年 他們可以回家三四天 他們就會把手藝傳給家人 然後慢慢的傳出去 告老還鄉之後 他們就會去把手藝傳給孩子 去糞吃一下 但是他們會很尊重主人家的菜名 所以他們出來幾乎沒有名字 傳到半桌菜上 沒有名字 悄悄地喘 當年的阿舍菜 熊極奢華是唯一信仰 私家大廚們 絞盡腦汁挖空心思 用珍稀食材 烹製私房丘楼菜 來討好主人歡心 讓彥客很有面子更能炫耀 少有少鹽不重口味 靠食材與食材間的壯結 蹦出天然滋味 阿舍菜高高 和激進刁難的料理方法 堪比台灣人的祖先 課勤課苦度過黑水溝的 拨命精神 我度過黑水溝 海上很險惡 我來到這裡了 我還要吃一根大陸一樣的菜 那我辛苦捨嗎 廚師 你就超越大陸的菜了吧 就是阿舍精神 台灣料理呢 它雖然是源自這個中國料理 但是呢 因為風土的不同 物產的不同 還有這個廚師 適應當地消費者口味啦 等等它所產生的變化 已經使台灣料理具有一個獨特性 清燉雞湯香氣撲鼻 拿起湯勺筷子 試圖想品著雞湯鮮甜 和雞肉嚼勁 但輕輕化開雞胸 亮點竟藏在這近乎勝利 外表的雞消費失了魔法 只有雞頭 雞肉翅膀和腿骨 其他有如空殼般 塞了大量筍絲白菜 香菇肉絲金針 扁魚和蝦仁 最奢侈的還有現代人 不再吃的魚翅 各種餡料組合而成 紅燒根塞在雞肚子裡 他們認為同一道菜吃 滿足不了阿舍們 所以他們就要做的就是 兩道菜同時讓我吃吧 阿舍菜藏和套疊的功力 讓兩種菜肴同時合體 呈現在一個盤子裡 和布袋雞一樣 豬腳魚翅也是雙面菜的代表作 別以為豬腳情貌不養 師父要是沒有去骨功力 豬腳魚翅保證有錢也吃不到 刀愛大骨 所謂刀大骨就是 它刀要貼著骨頭 刀貼著骨頭的話 它才不會浪費掉很多東西 35年的剃骨歲月 在師父雙手留下烙印痕跡 操著屠宰的刀 把豬腳腿骨分離 這只是第一道工序而已 等待塞進澎湃餡料 豬腳魚翅才能初步成形 那豬腳魚翅沒有骨頭 外表不能破 還要把骨頭拿出來讓你檢視 檢視說我剃骨剃得好不好 有沒有肉在那邊 這隻骨頭我們把它抽掉了 現在裡面我們把它塞滿 它塞滿的是魚翅 塞滿魚翅的豬腳 份量要足夠才能站立 經過炸 滷 蒸 味 四道反覆手續才能端上桌 阿舍菜種的除了是高級食材 還有看不見的繁榮手工 看起來像紅燒豬腳 然後打開崩開那一身 紅燒根 從前宴席上的一道大菜 凸顯對賓客的崇高領域 阿舍菜的誘人 是吃一口讓你欲罢不能 電影裡的菊花乾杯湯 走的是浮誇系路線 花開單皮沖入高湯 碗中的菊花飄浮綻放 古早的宗魄們各個一牙在世 一道道經過巧思 巧手創造出來的丘陋菜 在民國38年國民政府來台後 出現轉裂 三七五鹹族耕者有其田 阿舍家的財力減弱 各種緣由讓豪門旺族 不得不遣散私處 阿舍菜慢慢傳進酒家 而消失近五六十年的鼎鼎大名通心滿 也是昔日酒家菜的經典招牌 每次要他通通心滿就翻臉了 那每個都翻臉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事 最後就是我們才知道一個事情是 當初酒家最基本的工人 他一早就要通滿了 然後到師傅手上只會做不會通 正宗通心滿必須沒有一根刺才能上桌 管管林為了找回這道老菜 前前後後就試通了十幾條鰻魚 後來破掘出來了 它是靠布袋針去通 但是活得通不是死得通 活得通 對 而且不能斷 它是整條圓潤的旁邊斷 中間不能斷 拉出骨頭再用摸的 把一根根魚刺夾出來 塞入鮮甜蔬菜 先炸 再蒸 十二個小時的製作過程 通心滿每一口都是豪舌 台灣四百年來 曾經風華絕代的古早菜 雖然一一穿越時空重現江湖 但對現今講求快速的社會而言 炮工廢食的菜肴 卻也難以頻繁地出現在你我餐桌 冷冷的寒冬 如果能夠吃上一碗熱騰騰的麻油雞 這應該是人間的一大享受 相傳麻油雞的由來 是因為明朝的開朝皇帝朱元璋 在北伐的過程之中 面對冷冽的寒冬 糧食耗盡之際 軍師劉伯溫下令士兵打三機 要火防煮上一大鍋的麻油雞 士兵也因此度過了 飢寒交迫的危機 不過這畢竟只是傳說 因為華人世界大多喜愛 將菜肴還有迷人之間 來互相嫁接 但是麻油雞的美味 絕對錯不了 補一下這樣 吃麻油雞來進補 吃過外面最好吃的 天氣一冷 這裡就熱 位在萬華的40年麻油雞老店 中午時刻裡裡外外 擠滿時刻 我覺得它東西食材都很新鮮 然後都處理得很乾淨 湯裡滿是大塊雞腿肉 麻油或著酒香 伴隨白色蒸騰熱氣 光有看的就能感到滿滿暖意 我們一碗麻油雞湯是用了 我們是用黑魚雞 然後一碗的份量 大概是四兩半到五兩中間這樣子 只見老闆手起刀落 好生俐落 傳承兩代的老店 料理麻油雞肉的步驟 竟然不是常見的爆炒 而是先慢煮後冰鎮 上桌前才放進濃醇麻油雞高湯裡 稍微加熱 我們的麻油雞跟外面的比較不一樣 對 我們的肉是 你像那個爆炒過的 它雞胸肉那個就會比較柴 比較沒有甜味 那媽媽傳給我的是 這個雞肉也可以吃 然後麻油雞的湯也可以吃 如此一來肉質甘甜Q彈 湯頭更是溫順不燥 我覺得他們家吃起來 真的比較不會燥熱 而且湯喝起來它比較順口 不會像有些就是邊吃的時候 你還會覺得好像 越吃越口渴的感覺 看到網路人家介紹 所以過來吃 那你覺得口感呢 還滿不會 麻油味也不會那麼重 就是比較清爽一點 我覺得吃外面的那個雞肉 我比較不習慣 因為太柴太硬 那吃我們的雞肉是比較軟嫩一點 傳承自母親的心得手藝 你家每練就一身麻油食補功底 麻油雞的兩位靈魂伴侶 老漿與黑麻油 如何讓他們完美契合 就世門學問 基本上如果五公斤的麻油 就要加到十公斤的薑 因為它價是看起來很多 可是它炸好的時候它就萎縮了 它就剩一點點而已 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一直攪拌 對 一直攪拌 因為怕會黏鍋嘛 那火又不能太大 太大那個麻油會苦掉 就用慢火下去煸它 要造就冬令進步 寒流必吃還少不了這一味 麻油雞的全稱就叫麻油雞酒 台式的麻油雞 基本上都是以胡麻油再加上米酒 酒類的料理來處理 這其實料理是很簡單的 可是因為加上了麻油跟酒之後 所產生的效果效用是很大的 因為這個麻油雞它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要加上酒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加上酒它這個補性才會讓它出來 來 雞湯可以走了喔 湯頭很鮮甜 然後不會過鮮 雞肉很嫩而且肉很多 只是麻油雞在早期社會 卻多半屬於幸運產婦的專領 生的過鮮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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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生產的接產各方面 都沒有像現在的醫學那麼進步 都是由產婆來負責 所以生的過鮮酒香就是你生的過 婆婆就會準備麻油雞鮮酒來幫你慶祝 表示你生的過 那生的過鮮酒香 生不過鮮孕嘛 生不過就是產婦死掉 就用棺材把你包住 然後可能就是送中 因為生產的過程裡面 用很多的氣血 你可能會流血 會流失什麼 就能夠補回來 那生不過那只要痛哭 準備棺材板幫你辦一個喪事一樣 所以這句台灣的俗言 是說得非常生動的 生的過鮮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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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台灣女性坐月子的傳統必備料理 麻油雞的最早紀錄 並可追溯至唐代 唐代的時候有一個夢想 他把這個做法 比較明確的記錄下來 那這個記錄下來 我們看他的用途 就是給產婦用的 他可以讓產婦在調理之後 肥又白 這肥又白其實就是形容詞 就是讓他恢復健康 滋補驅寒的麻油雞 更相傳與這位開國皇帝有點關係 那這個是發生在朱元璋 他要去北伐的時候 那北伐的過程裡面 遇到了冬天 那冬天就很冷 那他們吃的東西 已經都吃得差不多了 據說是劉伯溫建議他 你就先去打獵 然後就把這些山雞 就讓這個廚師去配上麻油 配上酒 做成這種麻油雞的方式 讓大家來吃 那你吃麻油雞以後 就可以去抵抗那個寒冷 其實跟朱元璋這個很難講 因為在傳統中國 這個食物都會有跟明冷進行嫁接 譬如說像有個金華火腿 或跟燙金的明醬中折 然後三杯雞又跟吻天下 麻油雞的這段聲勢已不可考 但或許正因為他滋補的 簡單純粹 才能成為舌尖上的歷史 持續飄香 台南建成四百年 岩山的歷史也就跟著走了四百年 那食岩可以說是 台南早期的經濟命脈 它不僅富足了一方水土 也深深地影響地方的飲食文化 為在台南的岩局餐廳 以活水養殖台灣雕 客人現點現撈 先因為在上桌之前 得先裹上一層厚重的雪白外衣 經過淹沒一個鐘頭的考驗之後 客人敲開出鹽 魚肉的鮮香瞬間撲筆而來 讓韜客們食指大動 除了鹽焗魚之外 出自台南鹽香的道地美食 還有鹽焗蝦 鹽焗蛋 那這些看起來 好像是信手拈來的料理方式 可是百年前清代鹽商 富足生活的真實呈現 想吃這道烤魚得先動動手 他一定不準 他一定準對耶 一直到頭髮這樣子 敲去厚實外層 再仔細剝開酥脆魚皮 好吃耶 汁水在嘴巴裡爆開 這種感覺 對 還不錯 魚肉飛蛋沒有台灣雕的土味 反而格外提出鮮甜滋味 料理好吃的關鍵 就在調味 裹水池裡現撈的台灣雕 處理過後 塞入九層塔通蒜去腥 接著再裹上大量的鹽 這一隻隻穿上厚重 雪白外衣的鯛魚 來接受足足50分鐘的考驗 烤熟之後 它魚的水分 水蒸去上蒸 然後遇到鹽巴之後 它會往回流 所以它的甜度會鎖在裡面 而且這 杏烤好之後 它的那個湯汁 它會在魚肉裡面 吃起來會特別的嫩 而且有特別的甜這樣子 烤魚餐廳 每個月得用上上萬公斤的鹽 才能造就出 饕客嘴裡的鮮美甘脂 手法簡單 卻更能凸顯原汁原味 這般料理方式 台南鹽香自食風行 我已經炒到 有聽到鹽巴巴巴巴巴巴 可是它的鹽的溫度 已經很熱了 大力翻炒鍋內海鹽 再將準備好的生雞蛋鮮蝦 放入鍋中 蓋上鍋蓋 小火慢焗 接著就是等待 哇 我們這邊主要是整個北門地區都產鹽 我們這裡以前 爸爸媽媽或阿公阿嬤 我們時常去鹽田 拿一些鹽巴回來 就除了加入我們的添加物以外 我們也會做一些像蛋類的東西 還有拿來做醃製像西瓜棉 還有曬魚乾 這是西瓜棉 要煮的魚湯沒有吃的三百香 當然魚蝦貝勒是我們這邊的一個 最常常見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會把它入菜 來做這個料理 很鮮甜 然後有海味 有鹽巴的 那個鹹 不會滲到蝦子裡面去 很Q彎很甜 反而不會鹹是不是 不會鹹有讚原本的味道 用大量的鹽帶出食物原本風味 看在現代人眼中沒什麼稀奇 卻是百年之前清代鹽商人家的炫富手段 是從清朝的這個惠州這邊傳來的 為什麼會是惠州 因為惠州很會治鹽 鹽商特別多又有錢 也是一種炫富的方式 因為它需要用那麼多的鹽 以鹽為主要載體的古早料理 還有這道客家名菜 它是有天下第一季稱號的 菊在粵菜一直在密封容器裡 將食材燜熱到熟 廣東美洲的客家名菜鹽菊雞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 到後來是用草紙把整個雞給包住 內外裡面的雞用這個醃漬過的 然後再用草紙包住 包住以後再用鹽來封 所以這個程序來講還滿多的 廣東美縣的鹽菊雞做法有三種 最傳統的是粗鹽法 然後氣蒸法跟水雞法 我是採用媽媽的水雞法 做出來的雞肉是比較香嫩發爽 整隻雞放入加了鹽巴 與三十多種辛香料的滷汁 慢慢燜煮 水雞法的鹽菊雞 比起粗鹽法和氣蒸法更加耗時 硬是得花上三個小時 鹽菊雞其實做出來是象徵一個富有 因為鹽本來就是難得的食材 然後你用那麼多的鹽才能夠造就 過去時代的地位象徵 演變成現代家庭必備的調味 小小的鹽蘊含大量訊息 只要細細品味就能咀嚼出自古以來 鹽的歷史縮影 我是謝青 歡迎您回到島獨台灣 有一種生物早在恐龍出現之前 牠們就已經生存在地球上 這個來自於澳陶紀 身上串流著藍色血液的古老家族 稱之為厚 過去他們曾經大量的現身於台灣西海岸的沙灘上 兩億年的演化過程 讓它的免疫系統對細菌相當敏感 科學家發現 後血可以提煉成試劑 來檢測人體是不是遭受到細菌感染 後世紀的無可取代 價格就相當的昂貴 據說一加輪高達六萬美金 後血也因此被稱之為藍金 而這些藍血貴族 逃過了五次的大滅絕 卻敵不過現今環境的污染迫害 那如今看到了巨大爐鋼灰的後 除了在海科館的富裕基地之外 還有原理的巷弄之中 老闆翻手快炒的爐灶之中 可以發現他們的蹤跡 窄小巷弄裡不過兩張桌椅 迷你的小店門前 早就坐滿聞香而來的偷客 我們是很久的 年輕輸到老了 那你現在幾歲 七十多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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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都是七十多了 究竟是啥好滋味 因為硬是讓死中常客們 從黑髮吃到白頭 原來航阿來的這一位 有個噱頭的確少見 熱鍋灑下獨門特調醬汁 主角麵條由筷子帶領 在鍋邊起跑與熱度賽跑 豆芽 韭菜隨即加入賽局 緊接著重頭戲登場 手碗其實要放軟 然後幫那個麵輕撥 你不能硬下去跟它硬碰硬 單手插腰的老闆 儼然像個女漢子 他卻極其溫柔地 會無手中這奇形怪狀的大勺子 你看喔像這樣子嘛 脆的 但是預熱之後它是軟的 它是可以關折的有彈性的 所以在炒的過程中啊 麵條它也比較不容易軟 那個斷掉 然後可以把麵條做拉扯 有著活化石支撐的後魚 它的殼被拿來當成鍋鏟 除了貼合鍋邊翻炒零死角 還能再放一大絕 幫麵條做SPA 氣氛透的時候呢 然後利用剩餘的那個熱氣跟鍋氣 然後那這個剛好一個小小的開口 讓麵不會爛掉 然後利用這個蒸氣 讓它吸收鵝辣的鮮甜的那個味道 讓它入味 尋常的麵條 經過後殼的翻層洗禮 口感完全蓋頭換麵 這一鍋裡有菜有什麼差別 差很多 菜喔它這個有一個 要怎麼說 古早味的味道就對了 不像有的炒起來都糕糕 它這個有這個這樣 對啦這樣很好吃的就對了 他們以前在 以前他們家公在那裡煮 所以我們從這裡過 才會說 這個是他們家公在那裡煮 這個是最早期 我爸他們那個年代的 已經都整個裂開了 家傳的後殼擺了滿桌 這是黃漁榮珍藏的吃飯傢伙 其實後殼炒柯仔麵 早年在園林相當常見 流傳超過一甲子 當時少說就有五六間店 如今卻只剩說果僅存 這一方小店 由地方媽媽堅守在地古早味 起源於說 早期的物質比較缺乏 然後可能就沿海地區的人 肉可能比較貴 然後又補到這一些 然後吃一次之後發現說 它可不會導熱 可以拿來盛水 然後甚至於當鍋鏟 所以才慢慢的說有 所謂的後殼炒完麵這個小吃 由此不難想見 過去台灣沿海 後魚到底有多常出現 這一隻是母後 因為從成熟的個體 可以看到它的頭的前緣這邊 頭的前緣這裡是圓形的 然後公後個體 就是很明顯比較小 母後都是圓的 然後公後其實它是有 兩個凹缺的地方 台灣沿海潮間帶泥潭地 早年經常可以看到後魚現宗 而且他們一旦出現 多半都是公母一對 因為公後會像這樣 抱著母後下半部求有前景 海底鴛鴦看似恩愛有家 公後它前面會有一個 凹型的缺殼 所以它貼在母後的後面的時候 比較容易貼上去 然後它用它的鉤子把它勾著 它的手都從這裡勾住它 它很像勾得緊緊的了 所以他們就有這種 呼吸魚的一個講法 戴鋼盔長劍尾 像極了外星生物的後 在距今四億多年前 古生代澳桃季便已出現 牠四蟹卻不是蟹 水生但不是魚 牠是節肢動物 那就是後的這個類別 那一般感覺上 後這個東西好像覺得 跟螃蟹比較像 那其實不是喔 它反而跟蟹子啊 就青圓上面來講 它反而是比較相近 後的年代比起恐龍還要久遠 與後同一時代的三葉蟲 早已滅絕 厚卻能活到現在 而且外型幾乎不曾再演化過 牠在三四億年前 然後牠出現 然後到兩億年前 牠的形狀就差不多固定 是那個樣子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厚 跟我們在化石裡面 看到的厚的形狀 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稱牠為活化石 可別以為活化石 厚與我們距離遙遠 其實牠曾十分貼近 台灣鮮明生活 早期老一伯在說的 好斜 好鞋 好鞋 就是這個 對 牠是這樣子延伸過來的 因為當初那個厚很多嘛 所以跟厚相關的俗語就很多 譬如說他們有一句話叫做 抓過厚 衰到老 意思是他們說 厚都是成對出現嘛 你如果只抓一隻 那另外一隻就會缺乏牠的伴侶啊 那你因為這樣 你破壞了人家的好事 所以你一輩子就會倒楣 挺過五次生物大滅絕 厚依舊堅長存活至今 它的藍色血液更是珍貴的醫療試劑 它裡面血液含的是銅 所以它為什麼是藍色 厚的血它對於那個 那個細菌的那個毒素 它特別的敏感 好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 注重到人體裡面的那個 醫療用品的話 每一批出來的話 一定要去檢查有沒有細菌污染 好 那目前為止就是 厚的血是一個最棒的一個來源 這意味著人們注射的 每一劑疫苗或藥物 都得益於後世紀的保駕護航 因此據傳厚血一加輪 售價高達六萬美金 約合一百八十多萬台幣 稱它為藍金一點也不為過 只是這頑強到不行的生命 卻遭遇到生平最大天敵 這種生命力這麼強的這個生物 它現在為什麼會碰到困難 它唯一沒辦法克服是人類 因為譬如說我們開花的需要 然後改變那個自然的棲手 棲地遭到破壞 環境污染嚴重 使得野生後 在台灣本島幾乎已經絕跡 它分布在金門馬祖的數量 也日漸稀少 我們已經開始從這個小小幼苗 然後開始就是慢慢長大 然後我們也帶領學校來做 結果就全國就有很多 一二十個學校 很多個縣市就來呼應 就是說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可以在學校裡面 可以一併去做這個後務富裕 儘管後在台灣 已達列入保育類物種基準 卻還未被正式納入 它的兵維已在眼前 富裕繁衍刻不容緩 以免活化石消失世間 只剩傳聞與俗艷徒留後人評調 歡迎您回到導讀台灣 在古代的經文裡面寫到了 國以名為眾 名以食為天 人們透過飲食不僅傳承了文化 也建立了自己的文明 透過無論是宮廷的料理 或者是民間的小吃 爬梳每道菜 你可以發現其中的故事 還有文明的脈絡 讀完全書《喜萬里路》 隨著回來與你分享故事 我是謝爾欽 感謝你的收看 導讀台灣 我們下週再見